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海边衣服就非常不容易干 住在小区里的话是肯定不会让我们在外面凉衣服的 所以说家家呢一般都是必备一个烘干机 如果家里没有烘干机的话 我们可以到公共的洗衣房去烘干衣服 今天呢艾米就和大家来聊一下 关于烘干机的一些相关问题 希望呢能在大家购买烘干机的时候 对大家有所帮助 另外现在市面上一般是洗烘一体机和独立的烘干机 那什么叫做洗烘一体机呢 其实就是洗衣服的机器和烘干机结合在一起 因为现在大部分人群啊 居住的房间空间有限 独立的洗衣机和烘干机呢 太占地方了 那洗烘一体机呢 在这方面就优势比较明显 但是啊我们也将洗烘一体机和独立的烘干机进行了一些比较 这样呢大家就会知道自己更适合选择哪一款烘干机 首先啊我们要说的是烘干的容量问题 一次性能烘干多少衣服 这是很多人都非常关心的问题 那对于洗烘一体机来说 它实际能烘干的衣服量呢 是比它外标的这个量要少的 比如说如果你买的洗烘一体机 它的外标上面写的是八千克 那实际上呢您只能烘干四千克的衣服 但是独立的烘干机就不是这样的 另外一点呢是烘干的时间问题 那如果我们是在洗衣服的过程当中使用一体机的话 您会发现它是啊先洗再去烘干 可是呢如果我们用独立的洗机和独立的烘干机 如果您在洗很多衣服的时候 它就可以一边去洗 这边呢就可以把刚刚洗好的衣服去烘干 这样也就可以节省我们大量的时间 还有一个是要说说烘干效果 客观而言 独立的烘干机呢 它的效果是比洗烘一体机要好一点的 这里说的好呢 主要是说 烘干的过程中对衣物的损坏程度 除皱效果还有蓬松感 这些呢是比较好的 最后啊我们再来说说家电维护方面的问题 那相比较而言呢 其实洗烘一体机的故障率和维修率都能高一点 主要原因是因为洗烘一体机的烘干原理 烘干工程设计呢 是受限于洗衣机的原有设计 所以啊这个绒毛残留量是相对较多的 即使是内置了绒毛过滤器 也依然没有办法100%的阻挡绒毛 另外洗衣服烘干衣服都是很费电的一个工作 如果呢我们衣服很多 那用洗烘一体机的话 就要多次的去洗烘干 这样呢也就更费电 以上就是关于烘干机的一些相关介绍 希望呢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今天的视频啊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您按赞订阅和转发 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见